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灰仔的一个PK 就那个一回合七刀一回合八刀的那个大弹光宝 我们来看一下 法宝的话两个四血翻 这个这一次没有变年纪卡片 应该就是四血翻加漫天的一个套路 对面是驼子 驼子的话有益素 我们来看一下灰仔怎么操作 驼子的话直接啊 现在不管你321 直接把这个丢无魂的宝宝先清掉 就很讨厌这个丢无魂的宝宝 有魂宝神佑了那应该没有封头了 OK这边要平砍了兄弟们 平砍一刀 触发漫天 就第一刀就触发漫天 漫天能不能触发四血翻 OK没有触发四血翻 还好一会儿只砍了两刀 就这种大弹光宝的话就只有两个技能 一个技能是平砍 一个技能是一个技能是凌缘剑斩 OK这个时候啊 有破血环弓了还行啊 我觉得破血环弓说的心里话没有平砍 来的划算啊 就带两个四血翻真的平砍就行了 还是变地狱战神卡片的话好像 对吧有连击的话好像 要 哇这宝又省了 平砍 触发漫天 为什么刀都触漫天啊兄弟们 OK 平砍两刀触发四血翻 三刀 四血翻再触发四血翻 四刀 四刀 四刀之后再触发漫天 五刀 五刀之后有没有四血翻 OK 五刀 四回合 叠三把漫天 兄弟们 这还要什么很少先军啊对吧 砍就行了呗 这还要啥很很少先军 对不对 一回合五刀真的 对面飞机玩一回合才四个 这一回合你看平砍 一刀 OK 这一回合还行 就砍了一刀 哎要变个连击卡片啊 这个什么叶罗萨卡片 没有用啊 要变地狱战神卡片啊 就这虚迷根本扛不住了 冲过去就是一刀 对吧一刀完了还能出四血翻真的 破碎 三下也高了 叠到三把漫天三下也高 哎这个必得保 宝宝没有拍虚迷啊 这个 有一点小飘 我们来看一下 大三官夫怎么说 破碎 破穴 嗯平砍 一刀死了 能不能出四血翻 OK 没有出了 哎这个所以说还是要变连击卡片 变地狱战神 就这个鸵子啊很可能就 不知道怎么样就翘了 你懂吧 有可能说一回合 就给你 八宝就突然对吧 四血翻漫天 宽出 OK 脖子打这个PK还是猛啊 飞机就行 哎 关键翻可以看得出来 宝宝啊 不是特别好 不过人的话 比较有套路 宝宝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对吧 都是什么吸血鬼啊 什么这些宝宝 对吧 兄弟发工资的话 我觉得 更 更新一点宝宝 我觉得你有机会啊 比那个 就特么玩大弹 要厉害啊 真的兄弟 真的 人物还行 宝宝感觉有点拉胯 好吧 破水狂攻 我觉得啊 兄弟根本不需要破破碎的 为什么呢 对面有神马在 下锅顶个药就可以了 就可以 变身了 就平坎呗 对不对 平坎就行了 对吧 他顶着血 为什么 不顶 魔法药啊 顶 OK平坎出发 四血斑了 四血斑 再出发漫天 哇 有四血斑 跌漫天太疏忽了 又是三刀 这比对面 飞机还猛吧 对不对 飞机完了还得休息呢 是吗 都不需要休息的 OK 我们来看一下 你把再平坎就行了呗 俱剑了 四二回合一点零元俱剑 先斩一刀 六千三啊 三下也不低啊 OK 对面的话要给自己加魔法了 要不然变不了身啊 破水 哎 其实这个大坛 撬掉没有关系 一刀六千多 真的 人物没有鬼眼什么的 有鬼眼就好了 对面真的没有办法 真的 对面坨子啊 看见 对吧 大大堂关斧 都会开飞机了 打个打个屁 OK出鬼眼孩子了 看下加鬼眼啊 应该会加鬼眼了 加鬼眼可能搭 OK自动了 紧张了 没有加鬼眼 加鬼眼可能要开飞机了 平坎 触发四血翻 四血翻 没有后续了 你们说玩个立地斧 怎么样啊 你看这兄弟打到我 他妈想去玩个立地斧了 我操 立地斧的武器又便宜 对不对 什么爪子呀半子呀又便宜 我玩这个套路厉害一些 还是大堂关斧 玩这个套路 猛啊 不过大堂关斧的话 有0元对吧 不过立地斧的话 伤害是最高的 就梦魂西夫所有门派加全力的话 利益地斧三还是最高的 OK 17回合 对面真的懵了 我靠 加魔镜激发平坎 错一刀 3千7 就根本啊 就这种大堂关斧 除了用 OK 对面直接龟叔拉自己 出地厅 高速地厅 低速地厅 出标手啊 得用 过去就是 一刀真的 不给机会 要高速地厅啊 才行啊 高速地厅的话 駝子扎不了底子